今天我们要听的神的道 今天的正道题目是 清新的人有福乐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继续来查考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八福的教训 主耶稣的八福的教导是在教什么呢 他是在教导天国子民的教导 他是在诉说对我们基督徒 主对我们基督徒的品格的要求 就是说主耶稣有对我们活在世界上 我们的处事为人 我们的品格 他有这个要求 八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教导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要有一个目标 要有一个向往 不要活着一个得过且过的生活来 我们已经查考了 马太福音第五章中的五个福乐 就是第一个福呢 是虚心的人有福乐 虚心的人就是属灵贫穷的人 就是一个人他知道他自己是贫穷的 灵性的贫穷 我们是有罪的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怜悯 我们就会沉沦 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状况 第二个福呢 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乐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状况的时候呢 主耶稣教导我们 我们要为我们的状况而哀痛 知道自己有问题 而不来对这个问题有反应 根本就没有用 就好像一个病人 知道他有病 不过他漠不关心 有用吗 他会去寻找解决的方案吗 他不会 不过当我们基督徒呢 知道我们的状况 我们为我们的状况和哀痛 非常的伤心 就是好像一个人 失去了他的亲爱的人的哀痛的心 他会自己知道自己的状况 流泪 因为他会求神赦免 这就是他从知道状况 然后由起步了 来到上帝的面前了 然后呢 就归向了神 温柔的人 温柔的人有福了 一个信主的人 他在神有温柔 他愿意 扶从 跟从神的教导 知道神在他的生命里面 在带领 无论是 所谓的好或是坏 我们人会经历 风风雨雨 不过呢 你愿意接受 尤其是我们人 活在世界上 我们会遭遇 许许多多的困苦困难 你会放弃吗 你会觉得说 你信主之后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问题 你会 好像埋怨神 一个温柔的人 不会 一个温柔的人 知道上帝会带领他 然后一个 第四福呢 就是饥渴母义的人 有福了 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行走 天国之路之后呢 我们要饥渴母义 要爱慕神的义 神的公义 神的话的教导 我们要爱 因为神就是公义的神 神就是自好的神 自善的神 我们沐浴于 祂的道 祂的圣源 就是我们有福了 就是把我们的 所谓的掏空的生命 我们有罪的生命 来到上帝的面前 得到拯救 我们填满神的义 这是第四福 第五福呢 就是知道了 有神的道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要连续人 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得到神的连续 我们要连续于人 坐在世界上 一个能够体会人的软弱 然后愿意伸出援手 来帮助 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使这个世界呢 有连续的爱 怜悯的爱 这就是已经所探讨的五福 今天呢 我们要探讨第六个福 第六个福呢 就是主耶稣形容了 信心的人有福了 就是我们 信主的人 在我们的心里面 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主耶稣的要求 清心 我们有三个重点 这个单章里面 我只印了两点 不过我已经排排了三点 大同交易 第一点呢 就是清心 什么是清心 第二点呢 就是清心的人的生活 你怎么能够看见 一个清心的人的生活呢 第三点呢 是清心的人之福 主耶稣的确说到 一个清心的人呢 是有福的 那我们来探讨第一点 何谓清心 我们要先来探讨 这个心的意思 这个心的意思 然后我们来探讨 这个清心 心的意思 在圣经中 心的 这个论到这个心的问题呢 这个不只是人体内的 心脏的器官 我们常常用的 是心 就是讲到我们的器官 当然我们的身体的 心的 这个器官呢 是非常的重要 不过圣经呢 当他在讲 用这个心的时候呢 有特别的一个含义 就是这个心呢 被称为 这个情感的出发点 出发出 人之心呢 占了占人的道德的生活来 这个心呢 代表了人的这个道德的生活 还有一个人的知识 知识和认识的中心 在你里面 在你里面 也被承认为 人之良心 有时候呢 你有心吗 你有良心吗 这个 还有呢 也是生命的出发点 就是同心里面 出发了 感情感 道德 知识 良心 和其他的 生命的追求 感受等等 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 善和恶 是同心 发出的 这个是马太福音 第十二章 第三十五节 耶稣说 善人同他心里 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同他心里 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来 所以呢 这里的心呢 是我们人的 属灵中心 从我们的心呢 这个属灵的心 就是发出善和恶 和一切我们人的言语和行为 主耶稣说 庆幸的人有福乐 让我们来查稿这句话 什么是 清心 什么是 清心 清心呢 照希腊原文 直译乃是 心里 清洁 green heart 是指做 道德和属灵的 清洁 你的道德和属灵 道德呢 就是关乎 遵行神的 这个道 对和 错的事 属灵的中心 就是你的 向往 追求 或者呢 是追求神都好 或者呢 是追求一些 被物质的东西都好 这是指导 道德和属灵的清洁 和外面的这个物质和礼仪 是有对比的 这里说的心理的清洁呢 是与第一个福的这个虚心 或是心理贫穷 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呢 我们的华文 圣经呢 是讲虚心 不过原文和这个英文呢 没有这个心 原文呢 或是英文呢 是poor in spirit 不过也是指到那个 生命的源头 属灵的中心 所以呢 在这里呢 这个清心呢 是指到这个内心的情况 而非在外在的 这个心理的清洁呢 是什么呢 它包括人的心思 你所想的 你所 还有你的意念 你的决定 还有你的愿望 你的追求 你的良心 等等 所以是在我们 人的里面 是叙述了 这个特质 你的想法 你的 所的决定 还有追求 和叙叙多多的 这些的 清洁 这个是神 这个是神 主耶稣 对我们的要求 心思意念 愿望 良心 等等 都要清洁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说 这个清洁的心呢 是无愧的良心 良心就是 是非之道 是非之心 你有良心吗 就是你做事 你知道是对和错的 你没良心 就是你 你做 做恶 你要害人 你有 无愧的良心呢 就是你知道 你应该 做的事 是对的事 这个是 彼得前书 第三章 第二十一节 彼得说 清洁的人呢 是在神面前 有无愧的良心 还有呢 这个心理清洁呢 也关乎这个 道德和属灵的方面 刚才有瑞练地说过 人内心的生命的道德和属灵的清洁 都是主耶稣要我们所说的 就是你所知道对和错的东西 都是要照这个神的教导 圣经 还有你的属灵的追求 还有也包括了 这个心理的清洁呢 也包括了 真洁 我们人跟动物不同 我们知道呢 神要求一个真洁 就是男女的真洁的关系 我们人对异性的这个有真洁的心 不要有淫念学念等等 要有纯洁的心 还有情欲 对我们人对我们知道放纵情欲是不对的 我们人有所谓的七情六欲等等 有一些都是放纵的 如果是放纵的呢 就是心理不清洁 这个心理清洁呢 也包括我们人对罪和罪恶和所行的事 或甚至心理的污秽的反感等等 所以这就包括了 许许多多我们人 对自己里面的心 还有外面 跟主事对人的 的 的 这个行为 的心理的心结 讲了这么多 就是神要我们 在祂面前 遵守祂的 诫命 做一个 义人 不过 人怎么样 才能够得到 有这个 清心呢 就是一个 清洁的心呢 让我们来了解 人要怎么样 才有这个清心 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的 我们必须知道呢 我们要 有清心 人是不能靠自己 或任何的方法 来得到清心 我们不能靠自己 我们不能够靠 行善或是 积德 这是我们大家都 很熟悉的 在这个 我们人的社群中 我们都知道 许多人都 都 都说 我们人 应当 做好事 我们应当 行善 等等 不只是 对 自己好 对人好 和许多多 对社群好 所以都 我们新加坡 都有提倡很多 做公益 和的善事 帮助人 等等 我们华人呢 有这句话说 积德 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这就是我们 许多人 所寻求的 愿我们所做的 善事 多过我们 所做的坏事 来所谓的 弥补 来帮助我们 使到我们 接下来的 生命和生活 会获得更好 不过这些呢 所做的 不能够 使到我们 清心 世界 没有世界 和任何的宗教 和信仰 或是仪式 能够使人 洁净 我们在我们 这个多元化的 国家 我们都可以 这样看见 华人 有洁净的礼仪 印度 印度教呢 也是有 他们的 他们要 有 拿那个 卡巴迪斯 来做 洁净的仪式 还有 罗马 天主教 也是有 他们的仪式 等等 或是呢 一些信仰 不过呢 这都不能 使到 人 能够 有 清洁的心 现在的 无神论的世界呢 很多人 都以为说 世界 这么乱 不过 我们可以用一些 自然的方法 来使到 世界 会更好 在 八十年代 有很多的艺人 说 明天 会更好 所以他们 有 起一些 运动 来做一些 善事 等等 然后 当时呢 甚至现在 还有 提倡 教育 世界有 这么多的问题 当我们 有 好的 教育 人 就会 更好 生活 就会 更好 心理 就会 更好 或是 改善 经济 问题 或是 改善 环境 问题 和 许多的 问题 这些 无论是 自己 无论是 世界 宗教 无论是 任何的 世界的 方法 都不能 使一个人 内心里面 得到 清洁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世界有 这么多的 问题 许多的 状况 甚至我们 自己也知道 我们自己 的心里面 有误会 有罪 有亏欠 我们不能够 自救 为什么 我们不能够 自救呢 自己救 自己呢 我们要回到 圣经 圣经 就是这样的 告诉我们 神 创造 天地 神 创造 人 神 创造 我们的 始祖 亚当 和夏娃 在 乐园里面 安置他们 在乐园里面 他们 原本呢 是 良善 和清新的 他们有 清新 他们对 神 爱神 他们听 神的话 他们所做的 一切呢 都是 合乎 神 的 教导 和命令 还有他们 也是 爱神 不过呢 他们 发生了 什么事呢 神经 告诉我们 他们 受到了 魔鬼 撒旦 魔鬼的 引诱 和 拐骗 神说 你不可以 吃那个 善恶 树的 果子 然后 魔鬼呢 就 引诱 夏娃 说 这个 你吃那个 善恶 果子 不会 有什么 事的 这样 夏娃呢 就 被 蒙骗了 吃了 那个 禁锅 不但他自己 违背上帝 他也实施到 他的丈夫 亚当 违背上帝的 命令 他们的结果呢 就是 堕落了 他们不但 受到 面对神的 审判 神说 你吃 你就会死 他们 的确的 受到 神的 审判 他们原本 的纯洁的心 清新 就变成了 污秽 和 邪恶的心 不听神 要 要远离神 悖逆神 同时之后 他们 他们的 所生的 后裔 就是我们 大家 我们的心 就像 亚当 和 夏娃一样 我们有 误会 我们有 邪恶 耶利米苏 第十七章 第九节 就这样的 形容 人的心 就是 属灵 和道德的心 人心 比万物 都 毁脏 坏到 急处 谁能 视通呢 我们 的人心 就是 坏到急处 都是 诡诈 诡诈的 一个 诡诈的心 一个 坏到 急处的心 一个 犯罪 的人 能够有 清新吗 所以我们 不能够 自己 救自己 或是靠任何 的人 那么 要怎么办呢 我们 没有 清新 我们有 罪 我们也 不能够 靠任何 的事 来救 我们 怎么办呢 亲爱的 朋友 感谢 主 我们 知道 只有 神 上帝 才能 使人 清新 才能 使人 有清洁的心 道德的 清洁 和属灵的 清洁 只有 同神 才能够 得到 这是神的 应许 神的 承诺 神说的 我要 在这个 以西结书 第36章 26节 他说 我要 赐给 你们 就是那些 他的 子民 神的 指名的人 一个 星 将灵 圣灵 放在 你们里面 又从 你们的 肉体中 除掉 石 星 赐 你们 肉 星 这里有 讲到 石头 的 星 石 星 就是 比喻 一个 冷漠 一个 有 罪 的 星 一个 刚硬 不相信 神的 星 是我们 大家的 状况 不过 要 上帝 要给 那些 信他的人 一个 星的 星 形容为 肉 星 所以这里 要强调的 神经强调 给我们的 就是 星的 星 一个肉 星 是从 要神 给我们的 我们的 石头的 星 刚硬的 星 是从 亚当 遗传 给我们的 新的 生命 是从 神 而来的 这个是 新约 里面 约翰 福音 第一章 第十三节 耶稣 是这样的 告诉我们 他说 这等人 就是那些 有新生命的人 不是从 血气 生的 不是从 情欲 生的 也不是从 仁义 生的 乃是 从神 生的 在这里 就是讲到 人 所有的一切 不属于神的 是属于人 和败坏的 不过 新的 生命 是要 只有 从 神 而生的 神 才能够 给我们 新的 心 我们 怎么样 才能够 从神 那里 得到 清洁 的 心 呢 就是 清心 呢 神 神要给我们 我们不可以 自己给自己 这个心 不过 圣经 也是 很明确地 给我们 知道 如果我们要有 这个清心 就是清洁的心 我们就必须 很重要的 来相信 耶稣的 救赎 大功 救赎的工作 上帝 已经定了 他说到 我们要接着 耶稣的血 他的牺牲 我们才能够 得到救赎的 和赦免 这就是 以佛所书 第一章 第七节 告诉我们的 我们 就是信主的人 接着这爱子 耶稣的血 得蒙 救赎 过犯 得以 赦免 这个是神 所安排的 定义 其实刚才 我们也是有读到 在这个 多德信经里面 神出了 有他的这个 拣选的 这个旨意 神也是安排了 要派耶稣 来成就 这个救赎的 事工 他要派耶稣 然后耶稣呢 要牺牲 流出宝血 人才能够 得蒙救赎 得到这个 罪的赦免 然后呢 耶稣 是上帝 所派来的 牺牲 我们要怎么样的 才能够领受 这个宝贵的 救赎 恩典呢 你怎么能够 得到呢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得救 是本乎 神的恩典 也是借助 相信 这个福音 上帝 上帝派来 耶稣 拯救人 不过呢 上帝 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得救 是要靠 神的恩典 还有 来相信他 我们得救 是靠 神的恩典 不能够 靠 我们自己的 力量 这是 我们都要 知道的 以佛所书 告诉我们 你们得救 本乎恩 我们得救 是要靠 神的恩典 恩典呢 就是 神给那些 不配的人 犯罪的人 他的恩赐 和救赎 他愿意给谁 他就 给谁 不是人的功劳 人功劳是 不能够 得到 神的救赎 我们除了 神 有给我们恩典呢 我们要借助信 来 承受 神的救恩 以佛所书 第八章呢 也说 因着信 恩典和信呢 不是处于我们自己的 这些都是 处于神 所给的 然后你说 如果是神所给的 如果我要追求 神不给我 怎么办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我要告诉大家 虽然是神的恩典和 这个恩赐 给我们要借助信 不过有一个 蒙恩的管道 就是神要通过一个 使到我们人 能够领受的 这个恩典呢 就是通过相信 神的福音 通过相信神的福音 来得救 以佛所书呢 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 第一章 第十三节 这个保罗呢 是这样的写信 给这些 以佛所的信徒 我们要知道呢 以佛所的信徒 如果你回到历史的时候 以佛所书的信徒 那时候呢 之前他没有信徒的时候 他们是 跪拜偶像的 就像我们 当今的社会 有好多人 跪拜偶像 华人呢 有观音啊 有菩萨啊 还有许许多多的 都是 跪拜 摩拜 为了得到神明的 赐福 他们都是这样的 不过呢 当他们 听见保罗所传的福音 所以保罗跟他们讲说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保罗跟他们讲 你们所拜的神 都是假神 不能够救你 神保罗告诉他们 真理的道 这些真理的道呢 就是那叫你们 得救的福音 保罗去到那边 传福音 好消息 你们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你们受了所应许的 圣灵为印记 这里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得救的环节 他们听了真道福音 他们信了基督 听福音 信基督 这就是得救的 蒙恩的管道 这是上帝所设定 所安排的 听福音 信 耶稣 亲爱的朋友 如果我们当中还有 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 为你的救主 你承认他 你一心意义的要追求他 寻求他 你要服侍他 敬拜他 你要跟你以往的生命生活 都要隔绝 以前所做的 你敬拜神都好 或是你是无神论都好 你是追求你自己 你是追求所谓的 世上的真善美 很多人在世界上 追求真善美 不过他们的真善美 没有这个耶稣 没有耶稣的救赎 没有上帝 这些都是没有用的 只有耶稣 来世界上拯救 最然的福音 信他 你才能够得救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这位 主耶稣基督 我希望你来认识和相信 这位救主耶稣基督 你所听的今天的道 和其他你听到的这些 圣经的团讲的教导 要信耶稣 耶稣替人牺牲 你怎么样的回应 你要来听 相信 这位救主 主耶稣自己说 神差派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 得救 神派耶稣就是要救人 如果你听这个福音 你怎么办呢 耶稣说 信他的人 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们不信 神独生子的名 所以呢 亲爱的朋友 信和不信 信福音 你的结局就是永生 你不信福音 你的结局 不是我说的 是神说的 你就会被定罪 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我愿你来选择生命 选择真神 选择信他 信他的人不至于 得羞愿 愿你信耶稣的福音 而得救 对我们已经信主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蒙神的恩典 我们信之后呢 神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 使我们的心里 洁净 神要我们清心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神借着圣灵的感动呢 叫我们顺服真理 和拒绝罪恶 并得以心中的污秽的除掉 神要继续地这样做 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呢 我们还有污秽 神要我们把污秽除掉 然后呢 继续地活着一个清心的人 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 我们有义务 活着一个清心人的生活来 这就是主耶稣的教导 我们来查考第二点 清心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指示的第一点呢 就是清心的人 并不是完全的人 我们不是说 我们虽然 当我们需要是清心的呢 这不意味说 一个信徒呢 就是一个完全的人 一个无瑕疵 无过错的人 人在世界上 谁是无过的呢 我们要了解这一点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也是圣经的教导 一方面 主耶稣说 我们要清心 不过我们 还是一个 不完全的人 从圣经 也是有教导我们 从主耶稣的八福里面 已经是提示了我们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属灵的状况 我们是有罪 我们要为罪哀痛 和其他的方面 我们是还在活着一个 多罪的世界里面 我们自己 还有这些无悔 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呢 我们必须要认罪 在登圣宝训里面呢 那个主导文里面 有一个 有一次事项要祷告的 就是免我们的债 天天我们祷告 我们要求主 免我们的债 我们的罪 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 如果我们 是一个完全清心的人 主耶稣就不必要 教导我们 要认罪了 我们还是会犯罪的 我们也知道呢 使徒保罗自己 都经常在心里面 有罪的挣扎 罗马书第七章 也是告诉我们 让我们来查考呢 一个蒙神喜悦的 清心的生活来 有两方面 一个是对神的清心 是怎么样的生活来 希望我们大家都 都来验证这些来学习 第一呢 我们要存心要神 追求神 和专一地 可不寻求神自己 神就是我们 寻求的目标 很多时候 人家相信 和追求信仰宗教 是为了自己 基督徒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 就是 不是追求你自己 或是你的好处 而是追求可目神 这就是诗篇42章 第一节告诉我们的 神啊 我的心且目你 如入且目 吸水 我的心和想神 就是永生神 我几时能够 讨见神呢 也是追求神 第二 我们要以清心 和无愧的良心 遵守神的命令 提摩泰前书也告诉我们 保罗对提摩赛说 但神的命令 总归于归咎是爱 这爱是从清心 清洁的心 和无愧的良心 无畏的信心 生出来的 我们遵守神的话 是处于一个无愧的良心 尽我们所知道的 来遵守 我们也要追求圣洁 西伯来书第十二章 第十四节 你们要追求 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够看见神 就是要活着一个圣洁 蒙神喜欢的生活来 圣洁的生活呢 就是把我们的身体 和心灵 分别为圣 和远离罪恶 第二方面 清心的人要怎么样的对待人 对待神要清心 对待人呢 也需清心 清心的人 不亏待人 不冒犯人 当然我们是 不是完全的 不是辞权的 不过尽我们所能 我们要知道 不亏待 不冒犯 诗篇二十四第三章 谁能登耶和后的山 谁能站在他圣所 就是手借心轻 不虚妄 岂是不怀诡诈的人 清心的人呢 顺从真理 爱人如己 叫爱人的心 是彼得前书 第一章二十二节 告诉我们 你们因顺从真理 洁净了自己的心 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就从心里 彼此的切实相爱 说到这么多 我们有没有 活着清心的生活来呢 我们要检查自己 检查自己 audit search ourselves 是否是清心的人 有几个问题 给我们参考 第一呢 我们是否摆脱虚伪的 传统 很多时候我们 所做的是一个 表面 而做一个虚伪的 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 他常常斥责 这些法利塞人 他们假冒为善 他们外表呢 是虔诚的 就是遵行神的 或里面呢 心里是虚假的 我们要警戒自己的心 不要假冒为善 我们做的事的动机 是否呢 纯洁 我们的意图呢 是否是真实的 就是当你帮助一个人 你是不是有别的追星 或是其他的事呢 你不是要帮忙人 而是要得到好处 这个是我们要检查的 我会在侍奉神的时候 故意给别人看吗 这个也是要检查的事 如果我们在检查中 发现我们有这些的罪和过错 或是其他的得罪神 得罪人的事情呢 我们要怎么办 当然我们要像这个诗人一样 求主检查 如果有过错呢 我们要认罪 要求神赦免和悔改 这个是诗篇137所说的 神啊求你检查我 知道我的心思 我的心 是令我知道我们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行走永生的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已经查究了 这个清新的生活 等等 我们现在呢 要知道主耶稣呢 鼓励我们 清新的人是有福的 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 这个六福里面 因为他们的福气呢 就是他们必见神 这福呢 就是非常的美妙的 主耶稣说 有福气了 你清新了 虽然你是 我们是不完全 为我们 为我们 竭力追求求主 洁净我们的心 我们尽量活着 荣神取悦的 和荣神 的人得到 荣神义人的生活来 我们 知道神必赐福 看见神呢 是基督徒最完全的福气 也是神恩典最大的赏赐 在圣经里面呢 有许多的虔诚的人 大卫呢 就是这样的 说到他渴望 他看见神 诗篇都有讲到 摩西本人呢 是一个伟大的先知 他也是祈求看见神 他们呢 都表示 心中看见神的 这个深切的愿望 就是说他 他们在一生里面 他做了 许许多多的 伟大的事项 他们 成就了 做了许多的 这个战胜和胜利 带领了千千万万的人 不过他们 最大的成就 和愿望呢 就是一天 能够看见 有一天能够看见神 而得到满足 这种看见神呢 不是以肉眼所看见的 也不是用科学 或是哲学 或是头脑的知识 可以看见 只有清新的人 才可以 在心灵里面 看见神 一个清新的 真信徒呢 有两方面 可以看见神 第一方面呢 是在今生 第二方面呢 就是在将来 在今生呢 我们可以以信心 看见神 就是摩西所说的 希伯来书第一章 第27节 他 因着信 就离开埃及 不怕亡怒 因为 他很心 忍耐 如同看见那 不能看见的 神的主 他遭遇了许多 不过呢 他都不放弃 他继续地 恒心忍耐 因为他有 看见那 不能看见的 神 摩西看见神的 什么呢 许许多多 他的创造 的作为 他自己写下来的 上帝 当然 提示给他 不过 当他写的时候 他也是 接受 他也看见 神的 拯救 的作为 他知道 神在运行 他也看见 神的 眷顾 神怎么 照顾 他 还有以色列人 供应他们 一切 许许多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呢 也应当 借座靠 神 给我们的 信心 来看见 你有没有 看见 你的周围 你有没有 看见 你的得救 是神 的事工呢 这个是神伟大的 事工 领受 与相信 你就看见 神在你的 生命里面 动工 还有你 相信 神的 带领 和许多 神 建固你 还有你 生命的 所发生的 任何的事 灾祸 患难 从哪里来 如果你知道 是从 神的手里 给你的 你愿意 领受的 你以温柔的 心接受 你就是 看见了 神 在你的 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要 感谢 神 我们要 荣耀 神 清醒的人 的信徒 看见神 担仰神的 荣美 与神交通 在诗篇 诗人说 我有一件事 我要求耶和华 就是住在 耶和华的 殿中 担仰 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 寻寻 当我们清醒的时候 我们在寻求和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听神的道的时候 我们来到认识这位上帝 他的荣美 他的圣洁 他的公义 他的爱心 他的拯救 他的怜悯 和许许多多 神的属性 你听了 你有没有说 神啊 你是多么的伟大 你是多么的 有慈悲怜悯的上帝 我要 我要 赞扬 神的荣美 这就是 看见神 清新的人也看见神 与神沟通 一个清新的人呢 他们与 这个 心灵与主的 连结 交通 接受神的教导 如同一个 一个完整的收音机 来接受一个播音 我们的 这个心理的 所谓的 无限 接受器呢 是要接受 神给我们的 教导和一切 神扒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都要 接受 我们 听他的道 我们知道 神跟我们讲话 他教导我们 他 甚至 有时候我们做错 我们受到 都折 我们也愿意 学习神的 意的教导 神给我们的安慰 和许许多多 在这些里面 我们感谢 我们也是向往神 祷告 借着神的圣灵 我们祈求 等等 这些就是看见神 与神沟通 但是在今天呢 今生我们的看见神 是不太明显 模糊 模糊不清 我们还 还活在这个 有罪的世界里面 我们自己不完全 我们还有心里的软弱 但是有一天 在将来 我们的 这个看见神的应许 必将实现 我们将亲眼看见神 将来我们会看见神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进入荣耀的天国 我们就会面对面 看见神 与他往来 启示录22章第3节 就是告诉我们 到当时 以后再没有诅咒 在城里 有神的羔羊和宝座 祂的仆人都要 侍奉祂也要 见祂的面 将来 我们将看见 神宝座上的主耶稣基督 耶稣说 看见我的 就是看见了父 到那时候 我们就在荣耀之中 永永远远 与神同在 我们会享受 无限量的喜乐 和见神之福 诗人告诉我们 至于我 我必在意中 见你的面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满心满足 所以我们 在荣耀中 我们就会看见神 我们看见神 是无比的荣耀 至高的满足 还有无缘语的福乐 最后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基督福 就是主耶稣 要我们活着 做一个清新的人 祂也要鼓励我们 看见神的荣耀 求圣灵帮助我们 对神 对人 而我们一切的事 都要清新 愿主赐给我们 做清新的人 愿我们的喜乐满满 当养荣耀的神 哈利路亚 愿一切荣耀归于神 阿们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